我开车的时候跟你们聊点什么呢 你看我平时早上把娃娃送到学校之后 就很轻感满感的往我们的四座屋 然后准备一下今天我们要过的事情 要写的稿子 要闻的香水 然后还要拍视频 拍完的视频我还得直播 直播完我就立法地赶回家六花了 所以说女生有了孩子之后 想要再聊一遍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的话 就得非常要回管理世界 精打心的管理好我的世界 每个成年人的生活 都会有数不尽的压力 和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 每天早起健身 置顶当天的工作 你关注压力 压力就会淹没你 你关注琐碎 琐碎就会缺你在原地 所以我选择关注自己 经常给自己设立一些小目标 让自身一直在学习成长中 在运动中释放压力 今天来开一瓶新香水 潘海利根的佩特拉 琥珀木之香 温暖的充满活力的东方木之香 颜值还超高的 趁着停车的时候涂冰红 聊聊我自己喜欢的香水吧 你看香调表里面有那么多大调 什么花香调 五香调 木炙调 五黄调等等 那么复杂 其实女生一到头来 你最喜欢的还是玫瑰 逃不跳的呀 肯定会喜欢玫瑰的呀 那玫瑰跟任何香气搭配都很好闻的 玫瑰茉莉啊 玫瑰牡丹啊 玫瑰木啊 多好闻的 是吧 小米格斯的玫瑰 小铜玫瑰 对吧 黑玫瑰皮革 黑玫瑰橙香 多好闻 想不想我就很开心 快到公司了 整理一下香水小样 下午四点开始直播 忙完一天回家后 看看自己喜欢的鲜花 然后嘟咕嘟咕香氛蜡烛 现在习惯了用熔蜡灯 安全还省心 但我慢慢把这些自律变成习惯之后 似乎所有的美好 都会在不经意间奔向自己